風吹風的天 你春 你不樂 這幾十年來 人生的舞台 舞台的人生 我用我的青春 丸眼 冷暖的世間 這段這段的表演 中期美人 演的是白人 所以都變成我自己 感謝 感謝大家給我鼓勵 感謝 諸葛亮本名謝星達 十四歲加入劇團 集劇創作天分的他 同時展現了演員及編劇的才華 某次機緣下 他演出廖天丁中的諸葛亮一角 一炮而紅 自此縱橫台灣演藝圈三十余年 諸葛亮三個字 與秀場天王 票房保證 臺灣奇蹟畫上等號 斑南 塞你娘 三伯 塞你老伯 這樣讓這漢字 你慢不慢 照你秀天唱幾首贏 你老伯就用尸葛給你揭 這外道句 你又做俗歌就做沒這個歌俗人出來 散南三伯做一會 我就是你老伯 你老伯 你不要再聽這個 對不對 頭乾乾 我現在你老伯 你在看什麼 你不要看你 你真的不好做你老伯 我你老伯 上舞台都不用對的 從來沒有什麼 reversal 就直接就上去了 因為他講什麼我們也知道 不要講什麼他也知道 只要碰到有兩天的休假或三天休假 全部都到我家來了 連行李都帶來了 對啊 去買那個美國有沒有 飛躍杜鵝窩那種 冰色戒指 像裙子喔 你不要這樣穿 每個人穿著 看他像小伯伯 怕白還紅瓶 在高速公路 他被抓啦 超速被抓啦 長慶被抓啦 康宏被抓 後來我們車子過去的時候 看得奇怪前面蹲了一排人 他們都蹲在那裡 你知道嗎 去高雄啦 高雄 不是 桃園 高雄喔 我不知道 在林口那邊被抓 他們蹲在地上 旁邊有交到警察站在那裡 後來警察就把我們車子攔下來 攔下來之後 他是不是不會上 他說 你怎麼整天都在這裡 沒有 他說他一定要 他要給我們開單 我們就講說 後面還有一台 開咕快一點 那台你虧 我們就被看沒有關係 那樣我們虧 我們都不能虧 緊密的秀場表演 讓諸葛亮結交了許多知心好友 日盡抖經的生活 也開啟了他長達十年的深造人生 2009年 蘋果日報披露 諸葛亮現身屏東 各家媒體瘋狂追逐 秀場天王諸葛亮宣告復出 而他也最感謝在深造期間 一路陪伴身邊的太太 無怨無悔地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許多人看到付出後的諸葛亮 都說他不一樣的 諸葛亮阿高雄 相較有40年了 讀書人的時候 每個人在這次的團裡生活 有意思是 從六驚年時有的無種種 他覺得是一個情度要開啟 所以到我後來就是拼心拼心 想說要拼一塊錢 湯的老老家的休息 就想他今天來離開 兄弟 我 希望你一路好處 那我覺得朱大哥 從出國深造之前 到回來以後 變化非常的大 印象比較深的事情就是 他回來以後 幫楊老闆 楊登奎 楊先生拍的大尾無脈 其實當時人家給他多少錢 楊老闆也是給他這個價錢 然後他拿到了那個酬勞以後 他退了楊老闆兩百萬 他拿給我 叫我轉交給楊老闆 說楊登奎是他的恩人 他不能拿恩人的錢 跟拿別人的錢是一樣的多 他雖然需要錢 但是這個是他對恩人的一個心意 然後我把這個錢拿到楊登奎的辦公室的時候 楊老闆沉默了兩分鐘 都沒講話 然後就跟我講一句 諸葛亮變了 他變得就是會為別人去想 楊老闆就講了這句話 諸葛亮其實這一句就是最好的詮釋 他從出國前到出國後回來 他以前不替別人想的 但出國以後回來以後 他到處都會 處處為別人著想 這是我認識的諸葛亮最大的改變 重返螢光幕的諸葛亮 魅力不減反增 更勝從前 付出後第一個綜藝節目 是與侯怡君搭檔 民視推出的諸葛會社 播出後創下台灣許久不見 高達10.12的收視率 更榮獲金鐘獎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演藝事業再創高峰 諸葛亮的出現 為台灣低迷已久的演藝圈 注入一劑強心針 諸葛亮再度成為收視率的保證 許多邀約爭相上門 之後 諸葛亮和陳雅蘭 主持中式萬秀豬王 穩坐同時段冠軍 這是田町八萬 常常說田町八萬 這裡有這田町 說八萬 妳看得八萬 妳看 妳看得八萬 我跟... 但是也是丈夫囉 你們兩個怎麼放電好不好 裡面說有唱歌 對 也有跳舞 也有歌廳秀 歌廳秀 那妳拍這一部是要跟我 萬秀豬王對談是嗎 蛤 是我們嗎 2014年 主持華盛天王豬哥秀 其中現代家憲哥 有笑有淚 一如他的人生體驗 我學出 他出道 同期啦 等於同期了 他出道 他比我早 意思是 我要叫 沒有啦 天啊 阿伯 太誇張 來喔 來喔 沒拍到 沒拍到 再噴一次 再噴一次 沒拍到 有沒有啦 這次有拍到 來 打瘋子啦 打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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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才會安靜 對不對 來 來 這我沒辦法 這我沒辦法 我要說 我來...我來叫大夫 我來叫大夫 我... 打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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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組一動起來 他就是最忙的那一個 他也是最累的那一個 但是他的臉上 永遠掛著笑容 我記得這次 我去錄 完秀豬王 然後我們就做一堆紅 好嗎 你怎麼知道說 豬大哥他其實是一個 面皮很薄 沒有了 他在那樓的當下 他臉上都紅了 因為我們有肢體動作 那他腳之後 整樓一直唱他一直唱 你這女兒啊 你怎麼這麼尷尬 我跟他們說 在剛才你老跟女兒 你怎麼不尷尬 他說對 現在面皮越來越無 吃越老越無奈 不知道哪一位編劇大人 居然寫了一部短劇 非常符合她的人生 她也是一樣 不屬嫁 連男就是六撇 然後她都不聽老婆的勸 然後跟老婆分開了 我當她老婆經過的時候 我就丟了錢給她 回頭一看 才知道喔 原來是你 原來是我以前的老公 那當時我回頭看到她 眼眶泛紅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她去想到她的人生 她覺得對不起她老婆 很不捨 還有對不起她的家人之類的嘛 然後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也心裡很難過 我也不知道怎麼接話 然後一直當她把手遮住臉 用手這樣遮住臉的時候 我說 你在幹什麼 她就說 我抱歉 我更小 然後觀眾就哈哈大笑 之後 諸葛亮也轉戰電影界 演出電影《雞排英雄》 《票房破譯》後 大尾盧曼一 更創下全台4.2億的驚人成績 讓她再度成為票房奇蹟 被冠上《賀岁地》 《破譯天王》等稱號 《賀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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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電影《大盜城》 《大喜聯門》 這個還要說錢嗎 她的卡城幾個 你們還不知道 誰要說什麼 好 真是麻 算算幾隻馬 算算幾隻馬 大尾盧曼二等 皆有破譯好成績 大尾盧曼二等 大尾盧曼二等 太誇張了 現在我還在找人 這個分很多 整體說 分頭不要卵蛋 你這分蛋 分頭不要卵蛋 分頭不要卵蛋 今年用奧國片冠軍的 最後一部賀岁片《大吊歌》 在隱迷千呼萬喚下 也決定重新上映 聽聽聽聽 《吊歌》一句大人就好 大家都叫我大吊歌 我在125號房等你 我的頭位我們來了喔 你是要先他聽什麼 他在看什麼 頭上聽也會打字 我頭上聽也會打字 他好味好 我不知道 我記得他開完刀的 我第一次去看他 他非常的黑 非常的瘦 然後坐在床上 但是我一進來也是 馬上跟我講下一個劇本的事情 他就是一個 熱愛戲劇到不可思議的一個人 我記得在大喜利門開發之前 那一天也是5月的時候 剛好是他的定妝 然後那一天就傳出 朱大哥林漢的大長的愛 那其實在這件事之前 我們都不知道 那也是當天聽到這樣一個消息 我跟監製陳偶華 還有經紀人的小叔哥 我們就表說 是不是 那是不是 研究讓大哥 就是整個電影是不是在的嘛 先讓他去救嘛 結果我們還沒提出來 就大哥就已經對記者說 我還是要留期當電影拍攝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原因是說 因為整個劇組都已經到位了 所有工作人員也需要工作 再來 所有演員的檔期也都喬好了 劇本也都完備了 他希望再 在慢個兩個月 把這個電影拍好 他再去做治療 當下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一部分心靈會覺得 很佩服這個中立街的大哥 他竟然顧慮到大家 他私底下也是一個還蠻有意情境 就像說我們經常拍戲或是過程 然後遇到有粉絲 他只要有空 他會不會接受粉絲跟他拍照 這個是很親民的 雖然貴為天王 但諸葛亮絲毫沒有巨星的架子 許多粉絲不辭辛勞 只為了看諸葛亮一眼 諸葛亮也總是提醒 要注意觀眾的安全 那我第一次呢 跟諸大哥為什麼合作 我們合作一首歌 冰得啦 那一起合作 開啟這個機會之後呢 我記得前兩次他錄音的時候呢 他突然就說 啊 我感冒啦 然後啊 我喉嚨接頭 後來到第三次 我終於我很想說 到底是為什麼 後來他來的時候他就說 因為我怕我唱不好啦 你叫我Rap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他怕 唱不好 對 但是我就覺得他很 很可愛 我覺得跟諸大哥拍戲 是一個很幸運的事情 如果你跟得上的話 你就跟得上 如果你跟不上的話 你一輩子都跟不上 為什麼 他要快很準 欸 這個夠有趣了吧 為什麼 快就是不要讓演員演太準 啊 可能就是說 你再演兩片三片 你又已經沒有了 然後準呢 就是一次就好了 所以跟諸大哥學習到的 就是快很準 這是我覺得我跟他合作以來 然後在對別的戲 我都有用這種角度去看 真的要謝謝他 讓我知道快很準 我們每一年生日 他都會親手寫卡片送給我 那是讓我最感動的 現在諸大哥又出國深造了 我在這邊很希望 祝大哥每一天都可以開開心心 感謝 祈都好走 而且也是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的 沒有多久我們不去陪你 雖然諸哥亮的人生看似落幕 但大家對他的想念卻從未結束 思念諸哥亮的朋友 可以到一個充滿回憶與感情的原地 永恆文創園區去看看他 讓他知道大家還想著他 讓他知道大家還想著他 生日後還想著他 來看他家還想著他 那是天氣的 下一個空調的 第一次都是 axis 不一變多了 前面的心靡 是一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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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